今年的六一儿童节 对于济南市起明星儿童康复中心的孩子们来说 有点不一样 他们不仅吃到了美味的蛋糕 还收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特殊礼物 今天山东麦德森集团携手山东广播电视台 山东出版集团等五家爱心企业 共同举办关爱残疾儿童活动 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关怀 我觉得蛋糕是一个给大家能带来幸福快乐的这么一个食物 但是我希望我们将来我们的企业能给未来这些孩子提供更多的职位 让他们实现他们人生的价值 作为一名医疗行业的工作者 我觉得我们应该关心关爱残疾儿童的健康成长 给残疾家庭带来很多的期望 给他们减轻负担 除了物资捐赠一事 活动现场还有孩子们的精彩文艺表演 情感动的 虽说有些动作做的不够那么完整吧 但是大气上都能涮下来 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激励吧 希望有社会上更多的企业来关心我们团队儿童 谢谢大家 下载闪电新闻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